大家好 那我要先謝謝阮大哥 他講得太詳細了 我就想說 阮大哥講完我要講什麼 已經都講得這麼詳細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有這麼詳細的大家已經大概都知道 日本的一個狀況 那我就來講一下 我來分享一下我在日本住了23年的 比較實地的一些經驗 那接下來就是在講之前 我先簡單的做自我介紹 因為阮大哥是名人喔 那我的話我不做一下自我介紹的話 人家也不知道我是做什麼 我18歲 我是台灣人 然後我18歲跟就是去日本 剛才我們看了一個表 我是1994年去日本的 所以變成那個時候剛好是日幣最貴的時候 那時候去我媽媽很辛苦喔 我去那邊留學 留學之後我就沒有再回來過 我就也是一個緣分問題 我就在那邊認識我先生 然後我生的兒子他今年要考大學 那我就一直住在那邊 那我住在那邊之後 我就在那邊工作 然後我第一分我就在東極集團的 把百貨的營業服務 後來我還有一個經驗就是軟營 那之後我在日本與學校服務之後 最後我就是成立了JF 那基本上因為我在日本第一分工作什麼都在那邊生活 所以很多觀念上或者是說一些 與其台灣來講 我可能比較熟的是日本 所以如果說不動產什麼的話 因為我是一直看著日本的一個變化 94年到甚至我今天就是提到 像之前有311地震的事情 整個日本的一個文化上 我相信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 用我們母國語去講中文去講一個 真的比較實際日本的一個文化上 跟他的經濟情況的這個差異 可以分析給各位聽喔 那這個是我簡單的自我介紹喔 那還有我在講日本的一些不動產之前 我要先讓各位安心我們公司在日本是本地的 有執照的日本的不動產公司 那我們在因為現在日本說這個日本不動產 大家上網查的話 哇就一堆那個很多公司 真的不是要做日本不動產太競爭了 可是我們公司是在還沒有夯 大家現在很夯日本不動產的這個 之前我們就在做了喔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中間這個番號 現在有2嘛對不對 在日本的不動產中間一定都會有一個數字 1代表5年 2代表10年 那我們公司要邁上3了 3的話就是15年 那我們每次都要去做更新 我們在日本做事比較謹慎 我們不能有什麼違法或者是有什麼瑕疵 不然我們就更新不了 那變成說 所以我就說我們在日本 我的講話會比較保守 因為我們在日本生活的人 都會比較不敢說得太誇張 什麼做事就是盡情甚甚 才會長長久久 那我們是在然後我們還有加入就是說 就是法人不動產協會 那變成說我相信可以提供給客人更客觀更正確 對日本的不動產的一些知識 好 那 那關於剛才因為我們剛剛 人大哥已經講到很多日本的一個大方向 那我簡單來講 我們公司可以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那像 因為我們現在服務了100 我們公司有100多棟的這個管理物件 不是100多間是100多棟 那一棟裡面可能有45個套房單位 所以我們已經好幾千間的管理物件了 那我們公司是以管理為出發點 在做買賣的一個仲介 所以變成說其實客人到日本去做投資 除了喜歡日本之外 那當然一定要有獲利 那要獲利的話不是住在日本的話 後續反而我常說買賣是一個 就是說像結婚典禮一樣一次性的 可是後面要去管理這個物件 在您持有您不可能只持有一個月 一定是您一年兩年五年甚至十年 甚至有些客人從買到現在 還不願意賣要留給他的孩子 您說這種長長久久的話 您更需要一個本地專業的不動產公司 管理公司為您做服務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是我們公司的話 因為我在日本也生活了二十三年 我們公司除了我跟另外一個中文的窗口之外 全部都是日本人 那等於說我們是比較接近本地的一個 就是管理公司 才可以在您從購買的這個狀況下 就可以知道後面的狀況是什麼 而不是我只是為了買而買 那我們公司的服務的項目是 我常常形容說我們公司就像客人 我們的owner商就是廣東的眼睛跟手 等於說像您的物業在日本的話 發生了問題我們要為您去解決 我們會拍照給您看 會跟您詢問說 那我們這個東西要怎麼做處理 等於說我就像我們公司就像客人在日本一樣 可以幫您親自去做一些這個物業上的處理問題 那所以變成說我們在管理上的話 會有物件的從買賣開始到管理 還有收租還有房客募集 要是說有人推房了 我們要幫客人去做募集 那稅務代理這個部分是 因為我們的客人大部分就是在台灣 香港或是內地 所以變成說要報稅要什麼的話 我們就會親自幫客人 就是可以有這樣的服務去幫客人處理 這個是很多公司都不見得會有 他們甚至會說我幫你介紹稅理石 或介紹什麼會中文的 比較收費比較貴的 那因為我在日本待的時間也長 還有一點我自己在經營公司 我們一定要節稅 其實日本人真的算是很比較怎麼說 老實的民族 可是我們也不是賺100塊報100塊的稅 那都賺的都給他就好了 我們還要怎麼那個 所以變成說我們還是要做一些 例如說我們要報所得稅的時候 我們要報清澈申告 那我們要報什麼 像這種東西一定是我比台灣的客人更清楚 我們就會給予建議 等於說不用那麼做 我們會說我們做做做做這些事情 您的稅金就會有些什麼優惠 我們會主動採取一個主動的方式去跟客人建議 那下面的這四項 投資計畫執行 綜合窗口或是簽證的或是設立公司行號 當然不是我做 因為畢竟設立公司啊 或者是要做什麼東西呢 要有專業的人來 只是有沒有這個必要 其實現在日本的不動產 不是真的這麼單純的去投資日本不動產 我們現在有更多客人是因為 我想要讓我的孩子扎根在日本 因為現在這一個國際的景氣的狀況下 是比較不明朗化的 所以我們最近服務的客人裡面 有更多是比較年輕族群想要扎根在日本 他們可能就是把台灣 因為現在台灣賣的價格 我說就像軟大哥說 現在日台北或是台灣這邊的不動產 事實上是比較高的 他們可能就把本來在台灣一間的房 賣掉之後來日本買兩棟 還有含土地的那個投資收益 順便就成立一個公司去拿簽證 那像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都可以提供諮詢 因為變成說我在日本 就又回到我剛才 我自己從18歲過去之後 我待在那邊 然後對於簽證方面 我也會比較熟悉 我就可以給客人一些 等於說這種資群的窗口 你們是為了什麼而來日本做投資 只要資訊夠多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服務會比較全面 可以提供給客人 不是這麼單純只是收出金而已 這是我們公司比較特別的地方 對 然後剛才呢 我們東京的大方向講完之外 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當然遠大哥有提到 我們東京這邊有五區 那他一直講到有講那個 丸之內線跟三手線 那就是所謂的這個淡黃區 我講我們在 我可能要重複再跟您說一下 新宿我一定不用說 大家去玩的話 一定都知道新宿區 新宿區的話 東京都廳就在新宿區 然後像我們台灣客人很愛住 那個金王飯店 金王飯店 我們很多每次去接客人 都是跑到金王飯店去接 金王飯店的話也在新宿區 他就正在那個東京都廳的對面 我們每次帶看 我們都會親自到飯店接客人 就都會帶金王飯店很多 然後千代田區是天皇住的地方 那還有天皇住的那個地方之外 還有就是他們的公 什麼國會議事廳 那種比較重要的很多重要的機構 都在這邊 所以這裡要買住的物件有 但是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不然就是要買那種公寓型的 可能才會有 那中央區的話 我只要講一個 大家一定會知道 中央區到底是什麼 比較象徵性的就是銀座 銀座 那個東京在最繁榮的時候 銀座那邊的媽媽桑很多 大家都穿得好漂亮 那個キモノ穿得這樣很 就是銀座這個地方 中央區 那剛才講到港區 剛才那個蘭大哥有說 織公園 東京湯 就在港區這邊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有名的 那個六本木 這裡就是 那澀谷區的話 就是109拉妹 現在比較少 之前都塗的黑黑的那種 那但是109 它還是比較屬於年輕人的族群 那有一些比較夜店 可能就會在這個地方 那澀谷區也是 比較繁榮的這個地方 那基本上這蛋黃區的話 店面或者是辦公大樓 一定在這五區會最好 因為說真的像我們說 我不得不說再提到一個 日本的那個文化性 日本人比較虛榮 我常說我做的 因為我都一直待在日本 我開始有心做這個 日本的不動產 我接觸到台灣的客人 我發現台灣的客人都很樸實 但日本人不一樣 沒有錢的每人手機 那國金包都會有一個 可是台灣的客人是很有實力的 可是日本比較他們比較真的是 比較他們文化性的膚淺面 我的一個跟我同年級的朋友跟我說 我買一間房子 人家不會覺得我有錢 我房子不能背著走 我也不會前面畫個地器 可是我拿一個國金包 人家會覺得 哇你一定很有能力 他們是分期付款都會買國金包的人 可是我們在台灣的客人裡面 我買個包包還要分期付款 這真的就是比較傾向 他們從以前 所以之前有個什麼大和拜金女 就是這樣喔 穿著都全身名牌 然後住得破破爛爛爛喔 所以很多我們很有興趣很有趣的 像在日本喔 我很好的朋友 我們日本人啊 我們很少會去對方的家玩 那我們過年都會有Hagaki 過年會有寄那個年賀狀 我們都會看那個柱子 哇哇 做得這麼漂亮的 就是那個柱子很漂亮 後來因為我是做不動產嘛 我最常就是會去看房子 有時候不小心經過 哎呦怎麼那麼破爛的一個小房子 住子很漂亮就會覺得很 好像很有實力喔 所以這真的是日本人的一個文化上的差異 他們就會想說不是不買房 他們其實還是會買 可是他們就會說如果有錢的話 他們會先做什麼事情 這一點就跟台灣的客人一樣 那像我在怎麼樣在日本住了二十幾年喔 這種小小的虛榮性 我有被帶到壞習慣啦 所謂的壞習慣是我就會很看這個柱子 所以我每次客人說要來日本買物件喔 我都會比個人更嚴格 那個柱子我一定要找就是說 看起來漂亮的喔 店面上的話 我開公司我一定要開這五區內 我們公司有搬過一次家 我們剛開始我們公司在千代田區 後來搬了家在社群區 而且我們現在的公司是在以後奧運要開的那個會場 走路十分鐘可以到的地方喔 這個就是我燃到他們的惡習的一點點的那個 所以我一定如果說有機 就有要開設立公司的話 我一定會在這五區 因為這明天一拿下去喔 感覺就不一樣 像我跟客人交換明天我一看 唉呦台東區前場 嗯嗯不錯啦 但是我這個社谷區的千代谷 就會比較挺兇一點喔 這真的是一個文化 這不是好的但是這是日本文化喔 那泛黃區的部分是因為我們今天 呃等一下可能會想到說 在日本不動產要買什麼東西喔 那當然就是說有三倍的蛋黃區的成本也高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花這麼多成本買喔 那我呃又不見得就是說要買到呃這麼貴的話 我們至少要買到泛黃區喔 所以變成說像我們呃像這個文金區 欸這文金區他不熟喔 文金區我講兩個地方 呃講一個好了啦 東京巨蛋 喔就應該知道 我們東京的巨蛋就在文金區 喔然後呢 封島區 池袋啊 喔池袋也是很熱鬧的地方 所以您覺得那中野區呢 中野區的華人超多 為什麼 價格便宜穩定不掉價 因為很多人喜歡那邊住 去中野區 是讓中野區住在 那三病區的話呢 像我個人 我跟我兒子 都一直住在三病區 因為他這裡離新宿很近 啊 坐車坐電車我們剛才說JR線 坐車不用十分鐘就到新宿了 因為我也很討厭坐電車 我還不會開車喔 所以我每次只要坐電車坐很久的話 我就會沒有辦法那個 所以我幫客人挑的東西 都比客人還嚴格就對了喔 這虛榮星座最好 我看到士田谷區呢 比較如果舉例的話 比較像我們台灣的天母 他那邊獨棟的比較多 很多藝人都會住那邊 就是比較高級喔 然後暮黑的話 也是比較高級的住宅區 那還有像港區這一些 這個的中野區 所以我就常說喔 這個 買 我們當然想要買好的地方 可是畢竟喔 淡黃區的金額那麼高 投報率一定會比較少 那我們既然要投資 投報率太少的話 那是不是就會比較 嗯 比較覺得遺憾一點 那我們只要 至少要勾到飯房區的話 投報率又可以不錯 然後呢 買的地點又 給大家覺得 還蠻驕傲的喔 所以我很建議就是說 這幾個地區 如果要買的話 這幾個地區是 最主要的推薦 好 好 那 這個是 我們在講 除了地區之外 要買什麼樣的房型 那 房型的部分呢 我們常在說喔 如果要投資日本的不動產 地區 好 我知道了 那要買什麼呢 我一再強調就是套房 你只要把套房寄在腦海裡就好了 當然啦 我剛才講的 除了蛋黃區的店面以外 店面辦公室本身就是投資物件啦 那這個以外的話 那我想要投資的話就是套房 那要嘛就是大的 一整棟裡面有好多套房還有土地 要嘛就是大公寓的一個套房都可以 就是一定要買套房 是因為其實日本啊 家庭他們自己也會買房子的 不是說因為說真的 日本的租金很貴 我們舉例現在這個物件好了喔 你看他這13田要租日幣7萬9 那這個房子的話 他如果說光套房都要這個價格了 如果我們要一個小家庭 要租一個兩房一廳的話 你沒有個12萬跑不掉 12到15萬 甚至有時候還要20幾萬看地點 跟這個新酒 那我們一個日本小家族的 就說爸爸可以賺錢的話啦 當初社會是25萬日幣喔 那到如果說欸工作一段時間 開始結婚的話大概30萬左右好了 30萬你一半15萬12萬都要拿去 繳房租的話 那他真的倒不如用買的還會比較划算 這種方式所以變成說我會建議就是買套房 因為你買比較兩房一廳的這種房子 你的投報率 你沒有租個十幾萬二十萬的話 你投報率出不來嘛 那你買太新的也不好 為什麼買太新的話 你的成本高 所以我相信在場的各位都是經常在做投資的喔 所以因為等於說我會建議就是說 一定就是買套房的話 他本身的這個大的套房或小的套房都沒關係 招買套房的話成本上入手也比較便宜 那市場也比較大 那還有一點是喔 我舉例像我兒子最近他9月25號要考大學 我還在台灣出菜 我現在都很緊張 不知道有沒有乖乖在念書喔 像喔他就跟我說我考上大學之後 我要去學校附近租房 日本東京這個地方喔 為什麼剛才說進入的人口多 是因為東京他們各個地方各個鄉村城市 都會來東京這邊念書喔 那念書的話他們呃 例如說現在最近是考試期嘛 考完試之後他們就會在這邊租房子 那我兒子也一樣他考了試之後 他可能如果你學校比較遠的話 我會幫他去租這個房子 那租了房子之後 他們就是大概就是租這一個 那日本的套房五萬到十二三萬不等 看木造的就五六萬 那像這種鋼筋水泥大一點的話 就七萬八萬九萬到十萬都有不等喔 那他們大學住這樣子的房子 大學畢業之後他們一定會在東京找工作 畢竟大部分喔 因為畢竟機會比較多 好大學四年要住這個 然後呢四年住完之後 他要工作兩年三年嘛 剛開始出社會也只有二十到十萬的這個薪水 他已經要付這個 大概五六萬也合適 等他認識一個女朋友之後呢 那有打算要結婚的話 他們還是得租房 可能就是租大一點的套房 為什麼兩個要存結婚基金 其實結婚之後 你看他 好 四年的大學生活 然後呢再工作個三年 好那如果五年的話十年 他都必須住這個房子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日本很少就說媽媽說 像我們台灣的那個父母 真的很愛孩子喔 都說哎呀 你去日本我買一個 或者說怎麼樣就買一個喔 在日本的那個父母沒有買一個 你就自己靠自己 所以真的我很多 我兒子的同學 他們真的就是大學就開始辦公辦讀 之後就靠自己了 所以我在日本生活 我比較輕鬆一點是 我不用特別留什麼給他 也沒有得比較 可是像我現在在做不動產 很多台灣的父母喔 我就說像我自己一樣 我媽媽也會買房子給我住 不然就是我認識很多就是說 父母要買房子給小孩住在日本 在日本比較沒有這樣的觀念 所以他都是靠自己 然後租了房之後再 再等要組成小家庭之後 再去買家庭用的房子 所以這個的需求率很 很多很大 那再講個比較有趣的是 他們結婚之後離婚了 他們不見得還會繼續租的地方 再回來出租 租這個房子喔 所以這個市場性真的是很有的 那如果要買要投資 除了剛才我們的地點之外 我們就是建議一定還要再買這個套房 會比較好 那除了這之外我們看一下喔 在日本租房是不付家具的 這也是個優點 像台灣是什麼都得付 連個床啊連個洗衣機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小時候 我都會聽到我媽媽在講 他哪裡哪裡的房子什麼 洗衣機壞掉 去連絡那個水電行的人去修 那日本的話是 您付家具給他他還不要 他會覺得髒髒的 因為日本人第一個愛乾淨 第二個他們的家電便宜 他們那個很好的飯鍋什麼 所以很多華人都會在日本買飯鍋買什麼的 還有一點是他們就是 譬如說像您在喜歡自己布置 像我們那個看日劇的時候 所以他不喜歡您付給他的東西 是不需要付家具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他們為什麼除了這個市場大 還有一點就是他們的搬家成本 在日本我們有車站 就像說如果去日本玩的話 離車站近會有三樣店很多 三個店很多 第一個是咖啡廳 日本超愛喝咖啡 第二個是那個便利商店 第三個就是不動產人 那像這種離車站很近的不動產 你有時候就是像是去北平看一下 他會貼很多這種 像我現在提出來這種單子 那他們那些不動產不見得賣房子 他們就只單純出租 只單純出租 為什麼是因為 他只要出租一間房子 他可以拿到中介費 他不用賣房子啊 那他們那個店都小小的 那您可以這樣看走進去看看 裡面有三四個年輕人在那邊 您進去就是 那些都是給租房的人去的 那例如說他一個人 一個月裡面只要有十個案件 那你看好八萬塊 他就八十萬的那個收入 就幫公司可以賺到八十萬了 所以日本的出租市場非常之大 才可以有這樣子的店 他們那個小店真的很多 那都是專門拿來做租刃的 而不是來買賣房子的 所以變成說他們出租市場夠大 他們我們去日本投資 您就可以比較放心 那你看他可以 所以這中介是付給我剛才說那個 那個車站附近的那種出租的 這種介紹房中介者 然後您會看到禮金跟更新費 禮金的話我那個年代 九四年那時候去到 大概就是九四的那個年代的話 是禮二壓二 我們都說禮二壓二的意思就是說 禮金兩個月 壓金兩個月 那日本景氣真的也不好 所以現在的是禮一壓一 就是禮金一個月 壓金一個月 那這個禮金在日本是說 我有點像包紅包給房東 謝謝你租房子給我這樣 你看日本的這個 我們很多去那邊的留學生都不知道 禮金 我給你租個房子 我還要包紅包給你 謝謝你 謝謝你租房子 所以日本的房東的地位是比較高的是真的 可是因為景氣不好的關係 現在禮一壓一是主流 之前我那個年代的話 那個房東更好賺 然後更新費會是什麼 日本的租人都是兩年一簽約 兩年一簽約 兩年例如說我 今年的兩年前的十月十號租的房子 那我現在兩年後的十月十號 我就要更新 如果我繼續要租的話 那繼續要租的話 房客喔還要再給一個月的更新費 所以變成說哇 這個都是額外收入啦 但是很開心對不對 哇一直有錢收 還不用還不用付家具給他 我就是有一個 這個就一直收 然後每個月 就是說他等於說更新的那個月 他要付兩個月的房子給我們就對了 對 但是日本的話通常更新費 都會跟那個管理業者做評分 就一人一半 我也謝謝你幫我管理的好 那你才可以 我那個客人才會繼續續租 這是日本的一個風俗啦 那為什麼是因為日本人喔 他們比較不喜歡自己管理物件 所以管理這個行業在日本 就是根深蒂固很早就有的 因為他們怕糾紛 日本人最怕的就是糾紛 所以他們很很房東 都不喜歡自己管理房子 都是交給我們 要催討房租也是我們去 要是隔壁怎麼201個2012在吵架 說誰吵誰吵的話 我們都會去排解喔 那變成說我們的服務 都是在做這些東西 那客人 那日本的房東要做什麼呢 您就是看每個月的收支旅行表 還有進來那個銀行 戶頭裡面的錢對不對 只要做這件事就好了 什麼都不用做 為什麼管理業者 全部都會幫您做好 這是不管對於台灣的房東 或是日本的房東 我們都是做一樣的事 因為日本房東也不管這個事 他們不喜歡紛爭 有問題的就是要交給我們去做就對了 好 我們剛才講還有要租一個房子 當然要給房租嘛 還有一個火災保險 這個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就是說火災保險費兩年 在日本的法律規定 他要租房子 房客一定要 法律規定要保險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 像我們購買屋子的話 我們會保險嘛 那入租者也要保 因為我們租給的這些人 要是他因為他的失誤 而對我們房東造成了損害 那例如說我住一個大學生 開個Party火鍋氣爆之類的 這是實際上我們公司的案件 真的 12月25號我永遠不會忘這個日子 我那邊要準備要過聖誕節 接個電話說我的 我管理的方式被炸了 哎呦 嚇死我了 我這邊嚇著我 快就拿不好 還好去現場看大家都沒吃 可是因為氣爆的關係 那個隔壁的窗 那個什麼 咖啡那個 槍壁全部都倒了 等於是我站在那個房子 我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房間 然後呢 他到最後我講結果好了 簡單來講就是 我那個房東 不但沒有賠到錢 還拿到謝禮金 他說哇 還好沒有什麼事 我還有錢拿 都不知道該敢不敢謝這個氣爆案 然後房子也是 弄得漂漂亮亮的 那這個時候 住的這個人的保險 就會出來理賠 還有我客人自己買的 那一棟的保險 會一起出來面對 那誰面對 我們來幫他面對 我們會去幫他爭取 像有些地方 那個保險公司說 這個沒有到20萬 不賠 哎呦 那簡單啊 做到20萬就好了 把那個明細書 等於說我們會為房東去爭取 所以變成說 不會因為說我租的人 沒有經濟能力 哎呀 那我的房子受了毀損之後 那我就得認摘 那不會 因為這個就是日本的法律 他都規定的很好 明明在那邊住房東 是可以比較放心的 還有一個 這個社會保證會社 這個東西也是日本 台灣絕對不會有的 保證會社這個東西就是說 在日本租房都要保證人 像我兒子租房 我要做保證人 誰租 可是日本的這個文化 又很有趣是 他們的家族觀念 沒有像台灣的這麼的密切 就是說 像我父母都還會買房子 給小孩住 那日本是 他連保人都不願意做 很多父母 哎呦 我幫你照顧大了 好 大學的 你有手有腳 賺自己的 你不要來煩我 你們就自己出去獨立 那保人 我不用你養 那你也不要來 我保一保 你不繳我還要啃我的 所以他們會有這種 這種觀念 所以變成說日本人 為什麼會有保證公司 這種東西是 以前我那個年代是 租房一定要保證人 那像那個時候我很 我印象很深 為什麼沒有網路 我們那時候出國都帶那個 沒有人帶電腦 都是帶大銅電鍋 現在是人手都會帶筆電 那時候我們還要用買保證人 因為沒有人幫我保的話 他不租房子給我 對 所以那時候 那後來可能 因為日本本身有這個需求 父母不見得 願意幫自己的小孩保證 所以變成說 可是你沒有保證人 房東不敢租房子 你要跑掉了 我怎麼辦 他們就有一個新奇的行業 叫保證公司 我們現在管理公司超愛這種的 我就說這是變相的那個討債公司 為什麼是我們出租我們要有空房 我們就會做這個圖面 登條件 我們會寫保證公司加入 他只要願意加入的話 我就租你 為什麼是他不繳房租 我就只要跟保證公司講 保證公司他就會先幫他會房租 那他怎麼去吹討 就不干我的事了 所以我說他是變相的討債公司 那我常笑說這種公司如果在華人 就是說像中國或是說台灣來做的話 不知道做不做的下去 可是因為我一直在強調 日本人的那個文化性 他們其實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在日本做管理公司 我覺得還做的過去是因為日本 真的角株很乖 比例問題 他們八成他當然有那些不愛角株的很少 沒有說他們都很固定 25號一到就會一直就是會自動 會自己做那個角株的動作 那反而因為我們公司也有做留學生 有做學生宿舍 那台灣的學生可能因為也年輕 我們就要一直吹一直吹 你就說要記得腳喔 要記得腳這樣 可是日本的住客真的不需要 還有一個像我不得不提的是 之前三一的時候 東京也發生一些比較大的地震 但是他們也是乖乖角株 也不會因為說地震了 那我也不要腳或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真的 我現在我一直在跟客人分享 是我在日本做不動的菜 我覺得是做得可以很安心 因為他們的民族性 就是真的是比較拘謹 所以做事情的方面 也會比較讓我們的房東安心 這是真的 還有房間的維持心也很好 我常常去說我去退房 我們都會退房去看日本的那個退房 真的就我那個職員跨進去 這個有住過人嗎 他們真的會少得乾乾淨淨 因為他們不想給人家 就說困擾 可是台灣的學生也算乾淨 但是就是會有一個襪子啊 或是一小包垃圾 像逃難這樣 就會沒有辦法 像他們做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民族性 他們比較可以讓房東 如果說在日本做房東的 會比較安心一點 好 那這個保證公司 真的跟這個保險 這個是不管店面 或者是個人都可以有 這個是一定都會有的 所以可以讓客人比較放心 那基本上 您看喔 我要住一個七萬九的套房 我還沒有 我只付到第一個月的房租而已 我已經要繳四十幾萬了 我還買不到家電了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是 他要搬一個房子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他們的穩定性也會夠 我今天搬進去的 除非我隔壁跟或是樓上樓下 真的除了有困難 或者是我要被公司派遣到 例如說要轉移到哪裡 如果沒有的話 他們的搬動率會比較低 因為他們這個成本實在太高了 那如果說他今天要找新的房子 一定也是要花這些 他必須要存到這些錢 然後還沒買到家具 就要花這些錢 所以像如果店面的話 店面的話 他們那個保證金可能都五個月 例如說二十萬的這個店面 他可能要支付保證金五個月 六個月這種 都是成本很高的 變成說可以在這邊做房東 除了他的出租租借市場上之外 安定新購 我覺得也是很有魅力的一點 那這個的話 就是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以後如果真的對日本有興趣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房東 或去了解他們那邊的文化也很重要 對 像這下面這個消毒費什麼的 這是真的有 我有看過其他的公司 他列表給我們 我們也會介紹消毒 我說要消毒什麼東西 真的有這種費用 這是什麼都有 對啊 那這個是有些業者會做 那有些業者 像我們就沒有這麼消毒費之類 那換鑰匙的錢 就是由房科出 所以其實房東的話 就是只有可能是說裡面的壁紙 要是人為的張的話 是住的人部 但要是長年舊的話 就是房東出 大概是六年一個 因為日本是刷漆的 對他們是貼那個壁紙 所以那我們換全新的話 大概是六年 對 好 那剛才我們講到地區啊 或者是說 說那個 一些怎麼講 分享在日本那個租界的狀況之外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像現在很多新城屋啊 或者是那種 Tower Mansion 比較高層樓的這種新的房子 我們會建議就是讓課 就子女 因為很多來這邊留學嘛 那買高 買好一點新一點的 自己享受 我覺得可以喔 可是事實上是 買這個的話 投報率就會很低 因為真的新建案 你本身成本也高 那您還要拿來投資的話 它的跌價空間比較大 所以我們是比較不建議 如果投資的話 最好是避開這個 因為它成本太高了 您也租不到這麼貴 而且這樣說好了 您我們這樣想 您要找一個五萬到十萬的客人 跟要找一個十萬以上的客人來講 一定五萬十萬的族群多 我們既然要投資的話 一定要想到就是說 再怎麼樣 日本有錢 他也不會去租個這麼高級的東西 對也要生活嘛 對 那我們公司最多的就是這兩種 因為投資性的 第一個就是 我說好 剛才那個中古小套房 那像這個的話 大概九百九十萬到 兩千多萬的育幣不等 這樣子我們就會挑比較好的地點 因為畢竟這是池份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這種公寓性的 我只買一間的這種 這種的話 那如果說資金不想要花這麼多在日本的話 可以買 可是說句實話 像這種中古小套房 真正好的地點 像三圈茶屋那種比較高級的 陌黑區的話 那可能一間套房都要兩千五百萬 如果您有日幣兩千五百萬的話 我就會建議買這個了 為什麼 您只要有所持的這個自備款 三千萬日幣 日幣喔 我現在講就是日幣喔 不是台幣 三千萬日幣 您就有可能買一個整棟出租套房 在飯房區上 因為我們公司的一百多棟都是這一種 為什麼是因為有土地抗疊性高 出租的時候價格也會漂亮是 我舉例好了 我們有一億總價 不是說我們的自備款 我們總價一億的日幣 買了一個一整棟的 有含土地的這個套房的房型 跟我們在那個六本木 買的可能一間 的這個都是一億的公寓性的房子 六本木的公寓性的房子 它的因為是 它的建築物會比較高嘛 會比較漂亮嘛 它的七層會是在建物上 因為十分就是那一小塊土地 可能是幾十萬分之一嘛 所以它的一億的成分裡面 七成會是這個建物 三成是那個土地 可是我們買這種一整棟的 一樣是一億喔 在中野區的話 我們的60%到70% 會是土地的價格 因為它地上物可能就三四千萬 它折舊完之後 您再重蓋 那個土地也是自己的 所以我才會說 一樣是一億的這個價值 這個的保值性會高很多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我們 台灣要去日本投資的客人是說 當然不是說 一定要都花那麼多錢在日本投資 可是如果您有三千萬已經 因為要買小套房也是要有成本嘛 那又不能貸款的話 那您就可以買這個 那我們利用銀行的貸款 銀行出六成 銀出四成 那銀行都敢出六成的 你買這個物件不用擔心 因為它出的會比你多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公司比較主推 就是說 因為日本的投資客也都是買這個 所以他們不會去買這種東西 他們會買這兩樣的東西 再做他們的投資 所以我也 我們公司比較取向是 本地的投資的客人買的東西 我們一起去買它 那當然這個990萬也是也有 像這種要買就買低一點買一間就好了 對 那購物流程的話大概就是 可能要來買個物件 要來選嘛 那選的真的有喜歡的話 那可能就是說 我們要準備簽約金 然後要做 可能大概我們要三次 那當然如果 我沒有辦法來這麼多次的話 我們可以商討 我們會有一點就是說 例如說要買幾次會比較買 要買要來買 我只想要兩次就好了 的這個狀況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可以跟客人做提供 我們的這個專業 就是幫您解 可是不管如果您要跟銀行貸款的話 一定要親自去銀行做這個融資 所以您一定要到一 就至少要去一次 我就說銀行都會願意貸款六成 出的錢都比我們客人多 還是給他看一下 我長什麼樣子 對 對 所以這個的話 大概就是要三次 大概就是要三次 OK嗎 OK嗎 那 好 好 好 大家要拍照嘛 要拍照的客人拍完才可以 好 那這個融資的條件的話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小套房的話 日本的那個五家銀行 趙鋒 或者是第一 台灣銀行 或者那個中國信托 江華銀行 這五間可以貸款 套房他沒有辦法貸款 這一點就可能要 因為套房的話 你說一千多萬日幣還要貸款 銀行也會很擔心 所以他們沒辦法 那但是只要我們有國籍 或日本國籍 還有總價也要三千五百萬以上 因為他們做這個 融資貸款是要有成本 那還有利息的話 現在可以幫扣人講的低一些 可是再怎麼低 可能也是2.5前後 2.4前後 那還要以23區為主 我們再次強調就是說 客人出 銀行出的錢比您高 他一定會比您更謹慎的 選要貸款給您的物件 所以我有時候說 其實讓客人去貸款買一棟樓 他們客人也會放心 銀行都敢貸了 您住的錢還比他少的話 就不用這麼擔心 我們一定都會勝選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裡有講 就位賴福長期合作銀行九年 來沒有不過案件的意思是說 只要您去日本選物件 銀行說報價可以貸款 我們可以簽約的話就沒有問題 不會有那種 我們簽了約之後 然後銀行說 我不貸 我們不敢做這樣子的案件 這樣會給客人帶來困擾 所以除非一開始我們收集資料 我們會幫客人去跟銀行談貸款嗎 那通常只要OK的話 真的百分之百 我們真的還沒有過就是說 途中我去日本搭飛機去 因為我不是坐計程車去 不是幾百塊 你要上萬的 您還要換會 要繳什麼付這個簽約金 去日本之後 簽完約才說 啊 銀行數不貸 那這種事情我們絕對不會有 所以變成說 絕從來沒有過不過的案件 好 那這最後就是要跟各位說的是 我們公司是以管理的層面 在跟各位介紹投資物件 所以在這方面上呢 我們就是 我們會幫最後的後續的管理 我們一定會做得比較進去 而且我們真的很有經驗了 然後管理面的話也是 Joey Life親自做 因為很多不動產業者就是說 我幫你介紹介紹完之後 我幫你買賣做完之後 幫你介紹管理業者 我們都是自己做 我們有管理部 所以還有收益面上首付後 我剛才強調是 如果我們是買一整棟貸款的話 您付了第一筆 購買這個頭期款之後 後續我們剛才兩大哥有說 有很多稅金所得 稅什麼稅什麼稅 全部由房租支出 不再讓客人再會款 那變成說您就是 通常日本的貸款都15年 還完之後 整棟加土地都是自己的 那變成說我們還要擔心 那個收入這麼高 要怎麼解決 再帶出來再買第二棟 不然的話您那個收入 因為您還款 還完之後 就收入會越來越多 對 然後我們全部都同一個窗口 在為您做全面的服務 還有這個銀行的融資的話 也都是我們在幫客人做的 對 所以變成說 我們是比較全面去做這些東西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可能在Q&A的時候 也可以商量 可以商討一下 這個是我們實際上的案件 對 那大概今天我們簡單介紹 就是在這一個 日本不動產介紹就到這邊 那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一些案例 好了 謝謝各位 不要不是正確的 分析 會不會 真的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